现在生活越来越好 各种富贵病呢 也就找上了我们 尿酸膏就是其中之一了 那今天呀 就来分享一下 一般尿酸膏的人呢 都会有的 三个共性 看看你有吗 一 四十岁以上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身体的技能呢 就开始下降了 就会影响到 我们身体中尿酸的排出 会导致啊 身体尿酸增高 二 身体肥胖的人 因为这一类的人呢 都会比较喜欢 高油脂 高热量的食物 就会导致身体中的 飘零升高 尿酸升高 尤其是中老年的 男性肥胖者 三 长期久坐 应酬比较多的朋友 这一类的人群呢 普遍压力很大 而且呀 运动很少 经常的久坐 生活没有规律 就会更容易 尿酸升高了 因为我们现在 生活工作的原因呢 尿酸高啊 已经开始越来越年轻化了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 就一定要注意 加强运动 多吃水果 蔬菜 我们平时啊 都说 泡面不卫生 那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比泡面 更不卫生的一种食物吧 可能你早上还在吃 那就是炸菜 很多人都喜欢在平时吃饭的时候呢 吃一点炸菜 但是啊 其实吃炸菜 还不如吃一点方便面了 我们平时吃的炸菜呢 都会稍微咸一点 这样就能够促进我们的食欲 让我们吃更多的食物 但是啊 如果你每天 吃一包左右的炸菜 那么你一天的 盐摄入量 就已经足够了 如果你再吃一些 其他含盐分的食物呢 那么就会导致 我们身体的盐摄入量过度 让身体的尿酸增加 对健康不利 除此之外呀 我们在外面买的榨菜 多数都是不干净的 不论是袋装的榨菜 还是外面卖的散装榨菜 卫生条件都是有待考量的 虽然说榨菜 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 但是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考虑 大家还是少吃为妙 女性出现三个现象的时候 那么你多巴士 更年期要到了 先早的改善一下吧 一 烦躁易怒 心情大变 因为在这段时间中啊 女性身体中的各项激素水平 开始变得不稳定 就会导致女性变得 无力取闹 脾气很差 甚至啊会变得非常的悲观 一旦处理不当呢 可能会出现抑郁等问题 二 身体肥胖 尤其是下半身肥胖 也是因为女性身体中的激素水平调节方式啊 变得不同了 那么相应的脂肪堆积位置也会发生改变 很容易变得肥胖 三 骨骼肌肉的改变 当临际更年期的时候呢 女性朋友会出现各种的肌肉酸疼 也会出现明显的关节疼痛 因为女性朋友在这段时间 身体中的钙质流失会非常严重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补钙 女性朋友在临际更年期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体的变化 早知道早预防 就一定要多吃的一种食物 不但能够延缓衰老 美容养颜 还能延迟更年期 减少负面情绪 那就是大豆和大豆制品 因为这一类的食物中 含有丰富的大豆一黄铜 当女性40岁以后啊 我们身体的卵巢呢 就开始慢慢的衰老了 身体中的雌激素开始下降 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更年期综合症 但是大豆中的大豆一黄铜呢 恰好和我们身体中的雌激素结构非常相似 可以说是天然的雌激素替代品啦 就可以多吃一些 除此之外呢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 也可以口服维生素E和葡萄籽 这一类的抗氧化剂 都有非常好的延缓衰老作用 人们都说男喝牛奶女喝豆浆 是有非常大的道理的 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啊 就坚持每天一杯豆浆的话 会让你更加的有活力 做宝宝腐蚀的时候呢 都觉得越碎越好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有三点宝宝腐蚀的误区 大家一定要避开 不然呀孩子不长个还容易生病 一 腐蚀做得很细碎 大家在做腐蚀的时候呢 不用将腐蚀做得特别的碎 因为只有6到12个月的孩子 吃腐蚀才需要这么细腻 过了这个阶段的宝宝啊 就需要锻炼一下 咀嚼能力了 那如果大家将食物做得特别碎呢 就会影响孩子以后的牙口 二 吃腐蚀的时候立刻断难 就算是宝宝已经开始吃腐蚀了 孩子呢还是需要一定的牛奶等奶制品摄入 这样才能保证孩子的营养均衡 三 大量吃蔬菜 很多人觉得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呀 对孩子的身体好 所以呢就会加入大量的蔬菜 从而忽略了碳水化合物 因为蔬菜和水果的能量啊 其实是非常低的 所以腐蚀中呢 还是要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角 这三点腐蚀的误区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尽量的避开 才能让孩子更好的成长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